哈啰 我是Jill老師 我們要來討論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反比的定義 我們要來做一個非常非常基礎的一個題目 那這個很基礎的題目能夠讓同學們在學數學的時候 至少我知道什麼叫正比 什麼叫反比 至少在課本的習作裡我會寫 在課本會寫 習作也會寫 那至少讓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簡單的不要不會 那簡單的會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強自己的動力 加強自己的動機 我們再往難一點點去做自我挑戰 我相信同學們的未來一定不可期 一定是非常的可以去期待有希望的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說XY乘反比 當X是3分之14的時候 Y是7分之6 X是3分之14 他在這邊已經開中靈異都已經想了 他們從反比 所以呢 當第一個反比這個字眼出現的時候呢 這個字眼出現的時候 馬上就要說X跟Y相乘就是固定就是K 那K我們這邊要特別說 因為定義裡面是提到不可以等於定義 那再來 他說當X是3分之14 因為XY它是一個在變動的量 它不一定會等於是誰 但是他們就是會維持個微妙的關係 永遠相乘就是一個固定 所以呢 當它是3分之14的時候 Y是7分之6 我們就把這個XY帶進去 當兩個已知知道了之後呢 這個K我們就可以曉得了 那既然K曉得之後 以後任何XY就是這個數字 我們可以從暗論變成已知 它是多少的數字 我們只要知道其中X是誰 我們就知道Y 知道Y就知道X 在這邊呢 我們就把3分之14帶入 3分之14去乘上7分之6 那在乘的結果呢 因為這邊可以約分 7、24 再來3、2、6就等於4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4就是所謂的K 那我們就進一步說XY就是等於4 這個就是XY的關係式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這麼的簡單 那以第二題來看 當Y等250的時候 X多少 就像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既然K已經找到了 我們只要知道其中一個 我們就可以把X或Y找出來 那既然這邊給我們的是Y 我們就把X去乘上250 就會等於4 那X就會等於多少呢 250分之4 那在這邊呢 就是要把它還是要做約分 如果我們沒有在做約分的話 我想應該 老師基本上是不會同意 尤其在任何階段都一樣 我們都把它劃成最點分數 所以我們這邊在約分的時候 那就約125分之2 我想這個就是X的詞 所以 以這一題來代表 反比定義衍生下的 應該是最最最基本的題目 所以這一種題目 希望同學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這個是應該 或許你們暫停之後 就可以自己把它完成 那如果稍微有一點點不熟練 或者過了一兩年 要準備會考開始不熟悉的時候 再歡迎回到影片這邊來 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所以同學們加油